今天小周末免起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 天气状况如何 我们请立刚告诉你 好的秀芳 这秀芳问到周休假期的天气 其实在这次的周休假期的天气状况来说 我们以中央山脉当作分界线 中央山脉的东侧面会下雨 中央山脉的西侧面可就天气晴朗 为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今年的第三号台风马娃 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形成了 我们来看看这张卫星云图 先注意到云图上 台湾上空今天天气晴朗 北部地区云层量略多 因为最主要东北季风吹进来了 倒是北部的朋友感受上 天气还是有点凉意 不过中南部的朋友 今天中午的温度可都在32度左右呢 再往南看可以注意到 昨天我们有提醒说 会成为台风的未来 就是会成为台风的热地压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形成了今年第三号台风马娃了 暴风半径120公里 走的方向现在是朝着西北 逐渐转北的方向走 每小时速度10公里 你一定在担心这个台风 会不会影响我们台湾呢 我们就很快地用一张路径图来告诉你 它会不会影响了 先注意到 马娃现在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的位置 距离我们台湾 大约在933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的走向已经开始朝着西北的方向走 转折点什么时候呢 就在明天了 为什么会转 因为在台湾的南边巴士海峡有一道封面 封面朝线会牵引着台风 由北之后再转北北东 之后再转东北行进 所以这个台风离我们最近的时刻 就会在礼拜天的下午 距离台湾东方外海 大约600公里的海面上 逐渐加速往东北离去 对我们来说呢 马娃它未来转北进行了 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10公里 速度很慢 因为最重要是 因为它开始要逐渐地转向了 那周休假期的天气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张明天的温度了 外岛地区的天气状况来说 马祖会有些短暂雨 澎湖金门天气晴啦 台湾本岛部分 有没有看到东部西部大不相同 北部东部会有些零星降雨 中南部可是高温达到31、32度呢 所以我建议您啊 往桃园以南去旅游 可是太阳高高挂呢 来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先注意到在明天的时候 会有些午后真雨的机会 降雨量来说偏向于山区 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呢 台风外围环流云层影响 北部的主要是东北角地区的 降雨会偏多 但是可以注意哦 低温的部分20度 明显转凉了 因为有北风吹下来 中南部依旧在31度的高温 到了周二到周五的时候 各地天气形态来说呢 气温再度回升 台风远离 小丁您给您个提醒了 最主要 北部跟东部的朋友 明天旅游 记得攜带雨具 中部南部的朋友 外出活动 要注意防晒了 他中文明显的 中文明显